是不是雪花棉 饿猫大雪 雪花棉的特征明显吗 深夜放毒不一样的 给粉丝放漏的方法 一分钱没收 先给他开 开完之后 东西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好了 一分钱不收送给他 完了之后 今天晚上喝酒 然后 有一个233克的一个墨西山 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个水泥皮包浆的一个料 料型非常的完整 白雾饭完满身 皮壳非常非常的老 老的又让人感觉 又有点皱皱巴巴那种的感觉 但是压灯来看 这个荧光 这个杠铁 能不能感受到 而且这是原生皮壳没有洗过的 因为很多料子都要洗的 其实你们看到很多 就是说洗的特别特别透的料子 我告诉你 其实本身都是黑皮的 黑乌纱的料子 我们可以把皮全部洗掉 洗的只剩下屋层 让你们看到像是高冰玻璃底一样的透 其实总到不了 然后这个料子我告诉你 通过皮壳来看 上面有小泡的一点的表现 我告诉你 这就是雪花棉的表现 至于打开什么样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杆 就是说对它有这么有信心 只看长多少 为什么呀 因为 根本 还往下一点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玩得开心 让你们看流泳感了没有 来看自然光 是不是雪花棉 蛾猫大雪 雪花棉的特征明显吗 看这吧 明显吗 能拍到这个效果吗 漂亮吗 然后看完这个看种水吧 这个种 漂亮吗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东西出一个雪花棉的特色大盘的话 这是没到家了 看到没有 看这个效果呢 这个雪花棉漂亮 漂亮吗 没到死吧 这个东西 这就是水平 真的看这样 它就这样 好了 飞机水平呢 必定清品 喜欢飞机的成人家关注 爱你们